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六章 第六章就进到安土陶山时代 安土陶山时代 各位可以想象另外一个时代 叫做战国时代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还没有安稳 还不是很安定 可是每一个不安稳的时代 也可以创造出比较特殊特有的一些日本文化出来 那因为战争 所以战争的时候就有攻击 有防守 有这样一个概念 攻击跟防守 那防守最好的是什么 战争城堡 所以这是日本历史演变过来的 战争的一个文化 因为内战 战争 那大家都要拥有自己的一个 保护自己的一个group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必须要去建立这个战争城堡 建立这个城堡 进口宫 退口守 所以各位到现在到日本去 你可以看到无数的战争 那这个战争是在这个 安土陶山时代里面很特殊的一个 所谓建筑文化 这个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那另外就是 我前面稍微有提到 Kanoha的一个作品里面 提到那个 小黑器画 有没有 障壁画这个东西 那如果有时间 我们也跟各位再做一些介绍 另外一个是屏风 不是只有隔间的功能而已 它屏风的上面 它其实是有艺术的作用在里头 这我们也给各位介绍 那再来就是 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延伸到 Kabuki Otori 跟Ningyo Joruri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从刚刚我介绍的 能狂言的舞台记 一直因为时代往下走下去 在慢慢的往平民的方向 去发展出来的一个 能狂言 然后Kabuki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然后所谓的Ningyo Joruri 这个东西还是跟剧本有关系 再来第四一个在这个时代 可能就有一个很大的时代的变动 这个时代的变动是什么呢 日本人封闭了一阵以后 又想要跟外国人接触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叫南蛮文化的传来 那我现在想要请教各位 什么是南蛮 对日本人来讲 谁告诉我 歐洲人 具体来讲哪一国人 歐洲人没有错 那更具体的哪一国 荷兰 还有呢 荷兰 对了 葡萄牙 葡萄牙 好 那么葡萄牙 什么时候葡萄牙的文化传到日本 谁告诉我 不要看教材 教材上面有写啦 不要看 嗯 十六世纪 十六世纪中叶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1543年 1543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 其实葡萄牙的船 我现在先讲这一段 当然后面我们更详细的讲 葡萄牙的船漂流到九州南部 有一个长崎港再往下一点点 是琉球群岛在往上有一个很小的岛 叫做这个タネガシマ タネガシマ 是种子岛 就是现在他们在发展那个 发射卫星那个地方 发射卫星的那个地方 那个叫做タネガシマ 在1543年的时候 有一艘葡萄牙的船漂流在那个地方 那各位还是一样 回到刚刚我提的 日本的船到明朝去 带来什么作品 什么贸易品 那从中国带回来什么贸易品 一样的 日本人一看到葡萄牙的人 他是西洋人 他是西洋人 头发不一样 眼睛也不一样 肤色也不一样 那一朝外国人来 那就很新潮 这是第一个 你漂着了以后上去看一下 他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炮 炮 枪跟炮 这是日本人在这个时间点从来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的 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保守的 自己在家里就好 不要跟别人往来 对不对 那别人的世界是怎么样 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妈他妈这一艘船漂进来了 可是在上面竟然看到枪炮 而且经过他们的解释 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的威力是什么 我要告诉各位 从此之后日本的内战方式就改了 日本的内战是拿什么东西 刀啊 武士刀有没有 剑啊射来射去 长枪啊 打来打去 刀啊砍来砍去 这样子的时代可以说要结束了 对不对 那如果到今天 比如说中国提了一个东亚 这个航空识别图出来以后 大闹东亚 大闹世界 到现在还是一片混乱搞不清楚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钓鱼毯事件延伸出来的一些 中国方面他有想要去突破的 的一个企图 所以他提了这个东西 日本当然对这个他没办法接受 韩国也没有办法接受 台湾现在不表态 而美国副总统已经穿梭到中国 昨天吧 前天回到日本去了 希望中国把这个东西给撤销 所以这个航空识别区一出来以后 就是说他画了以后 其实是把钓鱼台也画进去了 其实他凸显的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美国说 中国说他要 如果你在这个航空识别区里面 你要飞飞机的时候必须提计划跟我报告 那美国说我试看看 所以在24小时之内 他就两架B-52战机就飞进去了 然后又飞出来也没事 那就凸显到这个问题其实是 后面背后有一个气土栽 所以大家后面可能要坐下来谈 大概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之后美国的副总统就开始出动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战争 已经改变了 像民国66年各位还没有出生吧 徐老师在金门当兵 冬天战卫兵的时候在森林里面战卫兵 傻傻的那个风声 然后是两度 摄氏两度的时候我在那边非常冷的时候 然后耳朵一摸的话可能会几乎会掉下来 然后长官说你要记好口号 万一弄错了对方打不出来你就打 我们是上实弹的 前面还有手榴弹挂在这里 其实很紧张 然后我们就讲说为谁而战 他说就打对面所谓的共匪 我说共匪其实跟我无冤无仇 对不对 共匪也是人 要去打他 那其实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要讲说那个时代的战争 也许还可以所谓的登陆短兵相接 但是现在的战争我看没了吧 像北韩这样子一定到晚恐吓大家 有没有 就是说我有飞弹 然后这个飞弹可以飞几千公尺等等 就是说碰碰两颗 然后要战争的时候大概就三个小时最慢 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就结束了 所以已经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了 那回到1543年枪跟炮进到日本去了以后 就有所谓的欧洲的文化进到日本去了 当然所谓欧洲文化绝对不是只有枪炮的问题而已 有南满它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欧洲的文化 带给日本非常大的影响跟刺激 我们再来谈这一块 那基本上我先跟各位介绍城堡 介绍城堡之前其实有一位人物可能要先介绍 这个人物是Oda Nomuna 是支田信长 这个是各位知道他在战国时代其实是一个 几乎大家都认为他可以取下天下的一位战将 大概没有错 可是所以他在足了一个叫安土城 这个安土城最后不见了 最后不见了又被称为Naro No O Shiro 地点在哪里 地点在现在的沃子那附近 也就是Shikaken各位知道吗 知赫县 如果不知道日本有一个最大的淡水湖叫做Miyuako 知道吗 Miyuako的最南端那个地方有一个城 有一个叫沃子大金那个地方 现在不见了现在那个安土城不见了 但是安土城现在日本的政府寻着一些 留下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然后利用电脑的功能图绘想办法去给他还原 有留下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还原当时代的真正的安土城 因为当时连照片都没有照下来 连照片都没有照下来 只是一些蛛丝马迹的文字白子鞋子 做了一些记录而已 就靠那些文字而已 如果今天有照片那就太好办了 有照片几乎就有办法外观还原到可能百分之百 现在的技术这很厉害 可是没有 没有 所以它是一个Nazo no o shiro to 言われている 那当时它是有一个越是越做这样的一个商业政策 可是非常可惜 它很相信一个叫做明治光秀 对不起这个字写错了 这个字是智慧的字 不是这个字明治光秀 其实它是一个智田信长非常信任的一个家臣 应该可以这么说 部下 但是它最后倒戈 倒戈在这半 就是它等于反过来偷袭 导致于这个智田信长被迫被逼自杀 那智田信长一自杀之后的日本整个证据就改写了 整个改写了 那后面出现的人 当然应该就是封城秀吉了 那大概每一个人的这个个性都不太一样 它说 泣かるなら殺してしまえ ホトトキス ホトトキス是一只鸟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泣かるなら 就是不叫的话就把你杀死 这是一种个性的描示 泣かずとも泣かしてみせ 那封城秀吉就是说 我虽然不会叫 但是我都想办法叫给你听 这是另外一个个性的形容 然后最恐怖的是 唐人物是唐人不禪 黄雀在后 这个人物 泣かるなら 鳴るまで待 如果我不会叫我就先不叫 然后做什么 慢慢的来这个韬光养胃是不是 就是养精蓄锐 有一天我会叫的时候 那你看看我的爆发力如何 好 我现在先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 时间是一千六百年 那一千六百年发生什么大事 関雅原之战 官员之战 这个官员之战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是东西两京的一个对峙 非常严重的 那这个得胜的人大概可以取了至少一半的这个天下 而得川家康他没有把握可以获胜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这个关键的人物居住在仙台 大家各位知道的是谁 独眼龙 这一个人物的势力非常的强 可是他也没有说我要帮你得川家康打天下 没有说yes 也没有说no 德川家康也在猜你到底是techie或者是味方 分からない 所以德川家康盘算了以后 其实要得天下必须经过伊达正宗的协助 否则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变数太大了 那佳光是一个有魔力的人 他很厉害的 他就派人去想办法传了一个信息 他说你能不能不是帮我出兵 你只要按兵不动就好 你不要出来 我们在打的时候你不要出来 我就感谢你 用什么感谢你 我给你承诺 我取得天下 给你五十万国 当时的薪水都是用这个蛋来算的 那达天马沙姆雷本身在东北那个地方的一个帆 他就是已经是独霸一方了 有没有到五十万蛋我不知道 大概也接近吧 他后来想一想说 这个算盘可以打一下 我按兵不动 我不会劳采 我也不会伤君 不会伤民 我养精蓄锐 他们去打 打到最后谁出来天下 如果德川家康他赢了以后 他说他要给我五十万蛋的薪水 何乐而不为 所以最后其实达天马沙姆雷答应了 答应了 这个一答应了以后呢 德川家康取得天下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问题在后面 德川家康死眼而肥 不给他 也不是不给他 给他两万 那达天马沙姆雷说好啊 你耍我 你耍我 那就看着办吧 那么有这么一段历史 这个是另外一个题外话 所以呢 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其实日本最这个怎么讲 欧城盖的最盛的时候 应该就是说战争最激烈的这个时候 所以各地的这个诸侯呢 他都想办法去盖一个这个欧西楼 那这个所谓的战国三英杰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安土城跟大阪池 这个安土城应该是假的 看一下图片就好 不要上当 其实没有安土城 这张是哪里来的 应该是网站上来的 其实没有安土城啦 但是大阪池那是 囚信秀美一定有的 最近又把它装得金碧辉煌 为什么会装得金碧辉煌 听说啊 因为各位知道 大阪池其实就是封城秀吉的大本营嘛 他从大阪一直往西日本延伸到 包括各位日本有三大名城 中间有一个叫什么熊本城 各位知道吗 也是一样是封城秀吉要去打朝鲜的一个 前线的一个据点 各位都知道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听说封城秀吉他是浩荡喜功行的 而且他喜欢金碧辉煌的东西 他如果接待客人再呈现出来的 一定是金碧辉煌的东西给大家看 非常豪华的东西给大家看的话 所以是不是这个样子 各位看一下这个城很豪华 好 你们看得出来 轻轻轻轻有没有 反映出这个封城秀吉的一个个性 我忘了讲一点 刚刚讲到那个聖诺利久有没有 那个 因为他的那个茶道太寂静了 太寂寞了 太吸手了 然后有一个传说 真的假的到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说封城秀吉下令他自杀 要他自杀这样子 那他是真的自杀了 可是原因是什么 其实传得很厉害到现在其实 不知道他什么原因自杀 但是他是真的自杀了 那传说出来就是很好玩 就是说一个是很吸手的 要讲瓦米 讲寂静 讲残血的 那封城秀吉说 你讲那个我不喜欢听 我不要那个东西 我就是要哈那雅嘎的这样一个 那其实封城秀吉我讲过他 你们知道他那个体重 41公斤 然后他的身高 153公分 对 可是他重成天下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封城秀吉是这样子 这是大阪城 那另外一个就是姨妹寺 或者是伏西密 那伏西密也是 伏西密在哪里呢 伏西密在京都 在京都 那姨妹寺是一个 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三大名称之一 地点在哪里 在秀古 在这个神户的兵庫 兵庫这个地方 好 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第五章为止 就是属于中世纪 差不多中期 那么现在讲到安土陶山时代的话 就属于中世纪的后期 又称为战国时代 那战国时代 在顾名思义是打战 打战的时候 有弓有手 所以城堡就是一个 必须要的一个硬体 押西楼 那这个押西楼 城呢 其实它也有一个很深层的 日本文化的一个延伸 也是非常特别的 我想各位如果将来有机会到全世界去逛一逛 你都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 这些城堡都跟战争差不多有关 有关系的 因为不是进攻就是防守 它需要用的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比较 特别是在亚洲 有建这么多城堡的国家 恐怕只有日本其他的地方很难建得到 就算是有的话 恐怕也不是像日本这样到处有这种城 押西楼 所以那个城堡的这个建筑 它本身有一个建筑文化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 这样的一个文化 那大致上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城堡其实三城 自古以来就有三城了 那我画这个图 是以这个地平面来看的话 这个是地平面 盖在地平面的这个城 我们称为平城 再往上一点点叫平山城 再上去的叫山城 那么从时代的这个时间点来看 越早的时候 那个城盖在越高的地方 那么越往中世纪就往下盖 到了近世 也就是差不多战国时代 到这个德川时代 特别是到德川时代以后 十七世纪的初期之后 几乎你看不到三城 如果有的 大概是留下来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什么是ジョウガマチ 什么是ジョウガマチ 谁可以告诉我 有印象吗 或是你的印象里面 ジョウガマチ 城下丁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山城里面 周围里面可能因为地形的关系 很少有人可以住在那个城的周围 比较少一点 大部分都住到城堡里面去了 那平山城的话 就算有也不多 因为地形还是不允许 到了平城的这个时代里面 他其实就是盖在平地 盖在平地 这个诸侯或者是利党 他有很多他的部署 武的、武的、还有他的家属 那么还有很多生活的、后勤补给的 这些病的都要去处理 那所以呢 就产生了一个 在围造的这个城的周围呢 就很多这个住家 这个就是平山城 不是平山城 是城下丁 那这城下丁除了他具有一个生活的 主要是生活的功能以外 其实还象征着这个领导的 他的一个所谓领导统一 还有他的权力的一个象征 那么越大、人越多、规模越大 表示呢 他这个地方是越强、越建固的 我常常开玩笑 如果是在这个山城里面居住的话 住在里面其实任何一个人 每天要三餐 对不对 要吃嘛 光是吃就是一个问题 那以现在来讲就是 你打个电话 全家送来 菜点一点就可以了 以前不是啊 没有车子啊 对不对 要用扛的啊 那马也不一定上得上去 那个七百百公尺的这个海拔 我们现在到阳明山去 也不到五百公尺 他比阳明山更上去 那如果你用走路的 再扛一些吃的东西 你想想看 那是多累人的事 也就是说 在生活的机能上面 其实呢 是非常的有问题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 这个城呢 会一直往下来盖 大概是这样一个 好 那所以请各位打开 教材的第七十八页 大概简单的 跟各位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的时候 基本上日本就有这个城堡了 大概是从八十到一百以上的这个山城 还有更高的 还有更高的 那么古代呢 因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对象 还有所谓的跟外国的一个关系 各位都知道古代日本跟哪两个国家有关系 跟中国跟朝鲜 所以对象呢 也不仅仅是国内而已 到了中世纪以后 也就是元朝呢 来攻打这个伯多 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 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 联军投下那两颗原子弹为止呢 几乎没有外来势力的入侵 如果要说有的话 大概就是将近两百五十年左右的德川政权 在1853到54年的时候 有那个贝里 美国的东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率领黑船去扣关日本 也没有打 其实也没有打 后来就签了一个叫做 日美和亲条约 日美和亲条约 其实是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到那个为止以前 其实几乎我们看不到 日本这个国家 有外来势力的入侵 所以呢 在中世纪我们在看安土陶山 这个战争的时候 基本上是内战 是内战 而这个内战呢 又比之前 我们讲到15世纪的 Oni no Lan 来得更激烈 冲突更大 那层面是更广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我之前也讲了一个 这个背景故事给各位听 就是 枝田信长 后来因为本能士之变 明智光秀的一个叛变 最后导致他自杀身亡 所以在战国的三大将里面 很意外的 最被看好的 就这样走掉了 那后面出来的是封臣秀吉 那封臣秀吉 其实他的势力在当时呢 是比这个德川家康要来的大 可是德川家康他是深谋远立 就是说前面有一个 我再让各位看一下 这个东西 仲乃ならなるまで 对 今只有 仲乃至封 就看德川家康的个性 呈现出来 他会一直等待 等待適当的时机 来做反击的一个动作 我经常说糖浪补偿 黃雀在后 从结果来讲 德川家康最后统一了日本 得到了政权 可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1600年有一个石器 瓦哈拉的战益 这是很关键的战役 可是在这个背景里面 我说东北有一个 伊达正宗 各位知道 就是那个独眼龙 伊达正宗 他的实力是不容忽视的 也是德川家康 最最警戒的一个地方的 非常强的一个诸侯 所以怎么样能够取胜 其实家康他一直在计算 並不是那么容易打 所以他去跟这个伊达 取了一个私底下的一个协定 就是说你不用帮我一起来打仗 你只要按兵不动 我就非常感谢你了 你只要不要出来 不要出来就好了 那么约伐三章 他说我得了天下以后 我会给你五十万担 这五十万担是不得了的 那达德玛萨姆盘算了之后 他认为可行 所以他没有动 这个没有动 也是促成 后来德川家康 能够取得天下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问题是 取得政权之后的家康 他就黄扭了 没有给伊达正宗 在约定的五十万担 据说只给了八担好像是 八担 所以等于是毁约 所以伊达是其实非常生气的 那伊达其实也有动作 伊达其实在德川时代 各位知道是一个索国的时代 可是伊达曾经偷偷地造船 派遣四周 到欧洲去还建了罗马教皇 我不知道家康知不知道 或者是庄哲不知道 总之你要去处理伊达的 这个事情其实蛮棘手的 我个人猜测 不过这个如果有去研究人 应该有这个史料 我觉得家康是知道 但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知道 时间点 第二个他可能按兵不动 因为大概就知道 反正你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是一般人来讲 这是要砍头的 因为索国你怎么可以出去呢 而且坐了船派了使节 还去见了这么重要的人物 你以为我是傻瓜 但确实当时有证明 这么一段插曲 那么 其实 在这个战国时代的时候 我们都称为 战国大名 来名 这个来名就是我们讲的诸侯 诸侯的意思 所以他们自己拥有一个屋子 所以他们自己拥有一个屋子 就是我们经常想说 叫 如果是 他是跟着在打仗的 就是 就是 武家屋子 那这个屋子其实就是 武士在住的房子 简单的说 这个各位现在到日本很多地方去 都还有留一些武家屋子 不是很齐全 但是至少那个 那个古迹都还在 就是那个古迹都还在 慢慢慢慢退化 而且消失了 这个是事实 那 他们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这个武家屋子最后 其实就形成了这个 这个 Yokamachi Yokamachi 这样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现代用语来讲 就是一个community 一个共同生活体 这样子 那么战国时代后期的时候 大概就出现了 需要 需求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 这个Yokamachi 出现了以后就 平山城跟平城 慢慢的就需求量比较大一点 而且 以这个平城为主流 为主流 那么我想最有名的 大概各位应该可以了解到的 就是看一下这个 这个城 右边这个城 这个城是什么城 大阪城 其实 现在在日本有一个叫做 直辆安耐喜的考试 就是代导游 就是领队 领队 这个考试不太好考 不过现在在网站上都知道他怎么考 比如说 他选择题的话 我举个例子 他说ABCD四个是图案出来 以下何则为安土城 不过这个比较少一点 应该是说大阪城 不过大阪城的话 不会作答的人很少 很少 诸如此类的东西 就是说看土 你就必须知道 这个到底是什么城 这样子 那这个大阪城 封城秀吉的时代 就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顺序 来做一个说明 其实第一个就是安土城 那这个安土城 基本上 各位看左边这个图 其实现在是不见了 那这个是在网路上有的 可是事实上 现在你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安土城 那各位看教材的七十八到七十九页 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也就是说 这个城是 Oda Nomuna 他盖的 那么地点应该是在 这个欧子那个地方 就是西雅県 他的大本营那个附近 那所以他盖了这样子一个安土城 是属于这个平山城 不高不低的一个平山城 那也形成了当时的一个 所谓的城下丁 那城下丁最主要 其实是还有一个 必须要去把生活的机能调整好一点 然后让自己属下的这个领地 经济要繁荣起来 财政要健全 否则的话 没有办法吃 没有办法吃 没有办法打仗 这是城下丁具有很多功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经济活动的措施里面 在Oda Namunaga的时代 有一个各位看七十八月最后 叫做Lakuichi Lakuza 这个东西 是在活络他的经济活动的一个事业 所以安土城本来已经有了 可是最后因为这个1582年 本人世之变 他的家臣叫明治光秀造反 所以最后就烧毁了 不但烧毁了 而且成了一个废城 费到什么程度呢 你几乎找不到遗迹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石垃圾留下来 石垃圾是什么 就是那个城堡用石头疊上去的那个东西 叫做石垃圾 而且一点点而已 不多 几乎没有办法维持原样 那各位可以看到当时有 耶稣会的这个传教师他们 看过这个城有记录的 或者是基督教会的人 他们看过这样一个记录 所以现在其实日本也不是现在 据我所了解 应该至少有五六年以上 在计划把安土城给他复原起来 要再盖回来 因为在历史上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有一个称法说安土城其实是 謎座のようなお城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 那也有一些资料 里面有陈述到他的设计 是跟中国的儒家的思想有关系 跟中国的风水的知识有关系 如果从历史上本身喜欢外国东西的个性来讲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说葡萄牙的枪炮进来以后 在内战的过程里面 其实用炮用得最凶的 大概是历史上他有战船 战船上面就有炮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有所耳闻 所以就有一个像这样子 象征性的一个安土城出现 各位看一下 但这不是实物 不是实物 实物是看不到了 现在还没有盖好 但是我想这样 网路上应该有很多这个电脑合成的 或者是要有一些资料 拼拼拼凑凑将来要怎么样子盖 大概有这些资料在网站上 应该都找得上 好 那再来就是大阪城 各位看这个大阪城这个部分 我们想要说 比如说有三大名城 日本有三大名城 拿三大名城 那第一个就是基路城 姬姬姬 这个基路城在照顾 照顾兵库县 其实是靠近岗山 靠近岗山附近 但是它属于兵库县 不属于岗山 第三个是雄本城 那雄本城各位比较清楚 它是在九州最中间的一个地方 九州的面积 它跟我们的台湾不相上相 跟我们台湾大一点点吧 那么应该说是唯一不滨海的县 就像台湾我住在南投县 也是唯一不滨海的县 最中间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雄本城 那这个雄本城也跟这个封城秀吉有关系 看一下这个右边这个图很漂亮 这个就是基路城 基路城 根据了解 应该还在整修吧 还没有盖好吧 因为它规模很大 重新整修 特别是这个技术上 蛮困难的 我大概前不久去了两次 其实都是从那边经过而已 都还没有盖好 就是现在在整修 当然我远远看得到 这是这个大阪城之后还有一个三个城 那大阪城跟各位介绍 其实它的前身是一个寺院 叫做十三本院寺 十三本院寺 也是在1580年的时候烧毁掉了 那1583年的时候封城秀吉在这里组成 因此其实安土城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那年代来讲1582年 安土城烧掉了以后1583年 封城秀吉盖了大阪城 那封城秀吉在这个地方生活 包括是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中心 那最后一直到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之后 其实满久了 1615年有一个叫大阪夏之镇 在这个夏之镇的最后一个战役里面 才真正的从加光的立场 可以说是把封城秀吉的所有的 讲不好听叫余孽 全部给销毁了 等于是说把封城秀吉的所有的 余留下来的一些敌人全部给摆平了 就是这个大阪夏之镇 时间点是在1615年 那各位看得到的 其实这个大阪城啊 金碧辉坊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金碧辉坊 朝和初期曾经重新的再盖 不过这东西是因为它有设计图 都有资料留下来 所以要重新盖是不难 但盖了金碧辉坊 这据说跟封城秀吉的个性是非常有关系的 它喜欢豪华的 喜欢光彩夺目的东西 据说它这个接待客人的时候 都要是最好的东西呈现上来 否则它会不满意 然后就会有很多happening会发生 这个是大阪城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 Fushimijo 这个Fushimijo在哪里 福建城也是跟封城秀吉它有关系的 是它隐居之后它生活的地方 那曾经前前后后盖了三次 在哪里 在京都的郊区 在京都的郊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水質非常的好 所以福建 福西米这附近的这个日本酒 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种类相当的多 那这个 封城秀吉走了以后 其实大概这个城堡 基本上它的性质就有所转变了 那总共盖了三次就对了 那城堡里面通常有所谓的本丸 本丸就是它的最中心的地方 然后最高的地方通常会盖一个叫做天守格 天守格 然后旁边还有附地的时候就是二ノマル 三ノマル这样子 就是说第一次盖的最核心的地方叫ホンマル 然后在征建的时候 第二次征建的地方叫二ノマル 一二三的二 然后第三次呢三ノマル 大概是这样一个顺序去盖 所以按照道理来讲 这个福建城应该有到三ノマル的一个过程 它盖了三次 大概是这样子 那现在其实它有变成游乐设施等等都有了 主要就是说在ホンマル这里呢 最后明治天皇的陵墓 叫做福建陶山林 在这个地方 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进去的 大概城堡其实还有相当多了 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 其实到明古屋去明古屋城也是一绝 明古屋城它有一段飞煌的历史 就是它的那个城堡的这个地方 最上面的地方是用金做的这个东西 真的假的不知道 听说有被盗过 而且怎么盗呢 放风声 放那个很大的风筝的线 沿着那个线爬上去 把它给搬下来 据说它原来是纯金的 可是呢因为被盗怕了 所以最后变成渡金等等 那各位知道那个八代将军 八代将军 八代将军叫做什么 德山吉宗 这德山吉宗在担任将军以前 他其实曾经是一个地方的诸侯 哪个地方呢 何戈山 所以何戈山也有何戈山城 那何戈山城呢 何戈山城其实也有它的特色 我们知道玉山家就是何戈山 八代山 这个当时叫做吉宇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民谷叫欧亚里 偉章 他是民谷 另外一个就是米洞 这个大家不要清楚 水戶 水戶黄门 有没有 水戶黄门的日台阶旗 在日本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 水戶黄门的日台阶旗 前前后后演了四十年以上 谁看啊 如果没有人看能够有四十年吗 我看四个月就下档了 对不对 可是演了四十年还有人看 这表示这段历史 其实日本人还是非常的有兴趣的 那么主角不知道放了几个人 那个水戶黄门的主角 演主角的人不是只有一个 可能两三个可能更多 已经放了很多 总之他这个水戶黄门这个剧 演了四十年以上 这个就叫做什么 玉山家 那当时德川集中 成为一个明君 我们都称他是一个明君 以前其实他在和歌山 担任这个诸侯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城弄得很好 把Jokamachi也做得很好 其实他对经济的复苏 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一个财政要弄好 这个地方的这个繁 才能够强大 然后他把经济复苏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还蛮好玩的 就是他告诉日本人要有时间观念 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没有手表 应该没有时钟 但是现在你们到和歌山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在Yokamachi那附近有一个 叫做日秀堂 日秀堂 日秀堂这个时钟堂 顾名思义就是敲钟 来提醒大家的时间 所以他第一个要有人去看守这个钟 而且每到一个固定的事情 他就敲钟 比如说一点他就敲一下 两点就敲两下 三点就敲三下 各位我们古代在守经的 有没有 看过那个电影没有 晚上的时候 那个也是在提醒人家 也就是说在这个德川吉充去 把时间的概念告诉给日本人 就当时代的他的和歌山的这些臣民 武士们的为止以前 日本人原则上没有时间概念 但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的生活在走的 可是没有时间的概念 那他提醒了日本人说 其实这时间很重要 然后我就用敲钟的方式 大家都听得到 因为那个钟很响也敲下去 其实这个方言大概可以很远的地方 大家都听得到 所以因为这样子他的财政变好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起居工作生活 所以在生产的这个部分量提升了 职业提升了 经济就变好了 但最后他又跑到中央去当了将军 成为第八代的将军 这个我们在讲到德川时代会详细的跟各位讲 他说在资料上他看到大象 他说奇怪 这么大 然后鼻子好长 这动物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但我很好奇 谁可以把这个大象带来给我看 我就给他好处 在记录上真的有 有这个贸易船 从泰国就运了一头大象 应该是进到长崎港 走赖赋内海 就运到江湖去给德川集中看了 据说他很高兴 这个在有一段所谓的秘书里面有提到 提到秘书的人是关西大学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叫大廷修 这位非常有名的教授 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提到的 另外他还看到一个说 我们讲的是孔雀 他还不知道孔雀是什么 他说据说他的尾巴很漂亮 展开来的时候五彩缤纷 我想要看 谁可以带来给我看 据说当时在日本也没有孔雀 也有人带去给他看 他做了很多改革 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德川集中以前书籍 是基本上是禁止的 也就是所谓的禁书 那这个为什么是禁书 其实这个禁书很好玩 禁书他是要禁西洋教 也就是说天主教 基督教 圣经 这一类的书籍 可是都已经到第八代的将军了 他把所有的书都禁下来 德川集中他就发现了说 什么书都禁下来对日本是好吗 日本又是一个锁国 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什么状况都搞不清楚 好不容易长期有一个上港 可以让中国船跟荷兰船进来 很多书籍进来 不是西洋教的东西 你干嘛给他禁止 所以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解禁 把书籍给解禁 除了西洋教有关的书籍以外 就解禁 这个一解禁以后 日本对外国 特别是对中国 也不是只有中国的知识 透过中国而传过来的东西 其实相当的多 这是最后日本在吸收中国的一些文献的时候 非常有贡献的 就是在德山集中的这个时代 因为他把书籍解禁了以后 得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他是一个功劳者 其他的我们下一次再谈吧 再来就是也提到这个城堡里面 大概就有一些文化的东西 作品的东西 还有这个时代里面也有一些 比如说障壁画 修壁器画这个东西 那修壁器画顾名思义 它其实是这个在 ふすま或者是ついたて ふすま就是隔间的地方 直接画在上面 直接画在上面 那各位如果有到京都去 如果你们有到二条城 有去过二条城的局所 有没有人 看到了吧 看到障壁画了吧 没有什么印象 就是你走过那个有声音的地方 看进去有很多画 大部分那个是寿野派的画 都是真品 而且是国宝级的 无价之宝 这个障壁画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叫 ふすまえ 这个ふすまえ就是一种绘画 这个绘画是除了可以欣赏以外 它其实还可以做什么 这个歌看一下 除了欣赏以外 它还可以做隔间的功能 至少有一局两得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时期的障壁画 会让人家联想到 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最大的派法 就是御用的画家 叫做寿野 寿野永德开始的 那一直到德川时代 这个寿野派等于是世袭的 都在将军的一个指令之下 去画出很多的这个作品 相当大的 那当然除了寿野以外 比如说这个 Hasegawa Tohaku 它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画风 也是非常有名 那永德它是以这个细画文明的 各位看一下这张画 就是聚热地土屏风 这个在许多的城里面 留下很多的这个民座 不过也是跟这个 Oni No Land是一样的 因为战争 然后销毁了 烧毁了 消失掉了 其实很多 这个文化才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不见了 这有点可惜 那陶山时代呢 这个非常豪华的 这个金碧的帐壁画 可以说是当时代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才 那这个也是 最灿烂的一个文化之一 那之后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很多 有关于帐壁画的一个制作的这个过程 比如说有一本书叫本草画史 这里面 它就提到成锅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空间 然后怎么样引起他们去画画 有怎么样一个主题 其实画家还是要有一些那个Hindo 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城堡 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 看到当时的一个场景 给他一个灵感 然后他开始画 大部分呢是跟 第一个跟城堡是有关系的 然后再来是跟战争 会有关联性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诗人的场合里面 大概是以这个山水跟水墨画来描述 来做素描 那水墨画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一个代表人物 雪舟 这个人物在之前 我们已经就跟各位介绍过 可是在公家的场合里面 大概就以这个彩色的人物 为描述的一个对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他的空间是集合很多人的地方 大概就画出一些花鸟画 花跟鸟这个部分 那如果是Roka 就是走廊 走廊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Hisashi这个地方 就有一些飞禽走兽的一种画法就出现了 那基本上它是色彩比较鲜艳的 非常鲜艳的 这些杖壁画 你看到它大概就是有山水 有人物有花鸟这样子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 以场景来引起它的思绪 然后开始去下笔去做画的同时 其实还有一个是季节性的转换 也就是世纪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个画风 那早期应该是二十几年前 我到日本去留学的时候 感受到世纪非常的分明 因为台湾的世纪你感受不出来 换季的时候换了老半天 才知道我现在已经冬天到了这样子 在日本不是 连那个春天到夏天 可能不在三天之内你就感受到 那让我觉得说 我这么 连我这么顿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说 季节的变化的来临这样 可是这个地球温暖化的结果 二十几年下来 现在的日本世纪越来越不分明了 我想也不是日本 应该是全世界共有的一种现象 所以这个障壁画其实是 除了欣赏以外 我刚刚提过的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住宅空间的一个设计 空间如何去隔间 那么它有一个功能的 大概是这样 那各位看一下 寿野勇德 这唐石子屏风图 他画的也是栩栩如生 这个寿野勇德 他基本上是寿野派的一个代表的人物 也可以说是在日本的美术史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 他代表的作品其实蛮多的 这些我想几乎都是国宝籍的作品 像这个唐 狮子 土 屏 风 那像这个东西 哥哥看一下 我刚刚讲的说他画的非常非常的细 有没有 那这个叫做 若中若外 土 屏 风 这个应该可以折叠的 摊开来就是这么一个描述 京都的一个景象 若是指什么 若就是指京都 也就是京都的里面跟京都的外面 他在描述当时的一些 你看得到也许就是 那个若干玛吉 平成之类的东西 这些呢 这个画风其实都非常的细致的 好 那么 接着下来我想 也介绍一下 不要老是介绍这个大家 寿野派而已 我们也看一下 哈世河東博这一位 在八十一页 这一位画家其实 他也是在从安徒陶山时代 一直在江户初期 非常活跃的一个画家 他也被列为跟寿野派 等同重要的一个画师 那这里面还有就是说 他的画风呢 就没有寿野派来得 这个颜色那么鲜明 因为主要他是跟佛教 跟肖像画会有关系的 所以他的画风呢 其实是跟寿野勇德呢 也不太的 一样的这个画风 各位可以看一下 松林土平风 这个当然也可以折叠的 你看到他是松 又好像不知道 总之他好像是一个树木 这个是有若武的 这种感觉 是他这个绘画技巧 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是现在存在京都 有一个叫做自积苑这个地方 在安土陶山时代里面还有几个文化的内涵 也非常的有名 第一个是歌舞伎踊り歌舞伎 第二个是人形状狼 第三个是沙道 那第一个 各位看一下这个歌舞伎的一个起源 其实最早是在出云这个地方 出云这个地方 出云这里有一个叫 奥国阿国这个地方 有一位女性的这个应该是异能者 那从这个地方他开始把它发明出来的 时间点大概是1598年 也就是到那个末期 就是安鲁陶山的这个末期的时候 一开始叫做 小孩子在一边跳舞 一边有一些动作 楽しんでると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那最后变成歌舞伎踊り 那这个就是歌舞伎的一个起源 文献上是有记载 其实是一个祭典的时候出现 那歌舞伎按照这个 语会的这个字眼来看 叫做歌舞伎倾斜的意思 歌舞伎在这个语会上是非常好事 就是说他做一些很不平常的事情 所以歌舞伎有这样一个称法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面 就是说他的髮型 他的穿着 他戴的东西都是很奇特的 他是一个特征 其实是跳舞嘛 那大致上有这几个阶段 我写在黑板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是 悠族歌舞伎 那悠族是什么 悠族其实是风化场所 正常的解释就是 男人作乐的地方 悠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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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也就是说一开始 是有这个 年轻 貌美的女孩子 去当这个歌舞伎的一个主角 那么在台上演出 在台上演出了以后 在台下看的人 大部分是比较上流社会的人 他们看了这个 貌美的女孩子 就想要去跟她交往 甚至于最后就发生了 埋存麦存的这个行为 那幕府其实一开始是鼓励 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活动 可是她一听到说 产生了这个 买村卖村的行为以后 就知识体大 这有害 有爱这个善良风俗 所以就禁止 禁止女孩子去演 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 那找谁演呢 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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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美少男啦 美少男上去演 就不给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演 美少男在上面演的时候 还是有问题 因为上流社会还是有 我爸这样拆解 所谓的撕乃杀手 应该是这样吧 可是他们也喜欢这个美少男 后面也有产生了类似这样的行为 所以又被禁止了 那怎么办呢 最后来一个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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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大概分成这三个阶段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第82页的地方 有做一些说明 所以成人的法行的那个野狼头 这样子的一种演出就是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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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那主要就是要让庶民得到一种 视觉上的一个享受 心情上的一种快乐 这样子 到原路时代 东京江户跟关西总共有十一个座 这个座很重要 座 这个座到现在还有 就是卡布基的那个座 这个座到原路时期有十一个 就是说卡布基的这个文化 在这个时间点可以算是 还比较成熟一点 所以卡布基演到现在其实都还有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那个 任教浏理 任教浏理的起源其实是在 淡路島 淡路島 淡路島是上一次那个十几年前 应该是1995左右吧 的那个板神大地震的正央的地方 就是本周要跨到四国去 中间有一个岛 那个岛叫做淡路島 起源于那个地方 那主要就是说 其实是 我们台湾也有布袋戏 有没有 人的手撑上来在那边演的 那还有一个是配合着 沙密线的演奏三位线 有没有 现在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是一个 演变成一个日本传统的艺能 那据说是透过琉球的贸易 从中国传入这个山泉 改良以后成为现在的沙密线 不过根据我了解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用蛇皮去制造而成的 蛇有那么大只吗 据说是锦蛇 锦蛇是很大 我看过 而且我吓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高中的时候 联考考完了 同学说要不要到我家的山上去採煤 五妹 我说好耶 採一些五妹回来 自己做那个煤干也不错 就去了 去了以后在山上那边 其实採那个煤还很用力 就是你用它有一个固定的那个竹竿 这样把它敲 但是你会掉到地上来 所以你地上要先铺网子 网子先铺好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剪这样子 那採煤累了以后 我们坐下来休息 休息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听到 撒 撒的那个声音 我岂是以为是鸭子或是鹅在叫 然后一听到声音 我回头去看 吓死我了 上面一只大蟒蛇 好大好大 我到底是跑还是不跑 我尝试里面就是说 它其实是无毒的 你了解吗 无毒的 但是你如果被它缠住的话 恐怕也很难脱身就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这样说 不要往回看 我喊一二三 大家就往下跑 最后那些梅子也没有人敢回去拿 我看到那个蟒蛇之大 吓死我 那个印象到现在还有 所以如果是做这个皮 绰绰有余 很贵很贵 真的蛇皮去做的咸咪仙 超贵的 几百万跑不掉吧 当然是用假的去做的也有 就比较便宜一点 可是正常的话 那个声音要出来 听说是用那个真的蛇皮 会比较到地 这个我也不懂 只是听说而已 但是小蜜仙它就有独特的一个声音 就是了 所以 人形状里是一个传统的演劇 又称为文楽 其实就是一个 到大正时代的时候 有一个专门的剧场 叫做 还是一样 文楽座 有一个座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 カタリモノ カタリモノ 就是 有旁白 在讲的 不是 不是 不是写出来 而是用讲的 用讲的 这样子的 其实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大致上 尤路里是在 ムロマジジダイ 我们上次的课程 已经跟各位讲了 就是 ビワボシ 自己他开始 他创造的 最后跟这个 凝悠结合在一起 从 ムロマジジ アツジジ モモヤマ 一直到 越多時代的初期为止 这里面 举出一个 比较特殊的 就是 有一个叫 祖本役太夫 他的 ジョルリ 在大阪 是曾经 大流行 非常有名的 下面 这个 有一个 我应该做一个解释 マクの内 就是在歌舞季 他可能有上场跟下场 中间有休息的时间 那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舞台 他这里有一条 走廊 两条走廊 三条走廊 然后这个后面有他们的所谓的楽曲 他们在准备的那个地方 他们换装 换具的时候大概从这边进来 从这边进来 那这边也有路 有时候从这里进来 这两边进来 那为了跟这个观众 这边都是观众 为了跟观众打成一遍 他有时候跑这里 有时候跑这里 有时候跑这里 跑来跑去 这样子 那前面那个幕结束 到中间后面有幕出来的时候 就是マクの内 中间 在休息 所以各位如果去到日本 有看到琳琅满目的便当 但有一种便当 是最有名 而且是最贵的 叫做マクの内面堂 那各位了解一下就好 マクの内面堂是什么 从这里延伸出来 就是去看歌舞伎的时候 带了一个便当 然后幕跟幕中间休息的时候 把便当拿出来吃 マクの内面堂是有这样一个传统 那マクの内面堂 这个是满怎么讲的 贵的 里面看得出来很多像那个 日本在过年 因为现在快过年了 快到了 那过年的时候日本要吃那个 五蟹鸡料理 有没有 就它的种类是多种类的 而且它色彩是色香 胃有没有我不知道 色香俱全 胃的话吃起来还好 因为冷冷的 可是日本人很喜欢 那个很贵 很贵大概一千块你都很难买得到 一个 如果你搭新幹線 或者你搭那个 他们叫做駅鞭 有没有 駅鞭 日本有駅鞭至少三千种以上 你可以从北海道一直吃到琉球看看 然后几乎你任何一个车站都一定有 而且都比较贵 这个附带跟各位提一下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茶道 上次其实我们有介绍 从唐枣开始一直到跟禅宗结合在一起 卡玛夫拉一带有一个人物 各位还能不能回想起来 叫做云西 有没有 荣西 这个吃茶养生祭 有没有 他把茶这个传回到日本去种 那么一直延伸到摩朗玛季季代 东山文化的茶 一直到这次我们介绍的安土陶山时代 这里面我当然介绍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叫千利球 千利球 他把这个茶道的原型 发挥到极致 也是有讲到那个 这边写的极茶 也就是说 其实它是一个 在禅宗悟禁的过程里面去喝茶 也可以换言之 从喝茶的过程里面去悟禅 所以基本上它是 这个是寂静的 是寂静的 就是不希望草的 所以这个部分 它确立了一个茶道的一个行程 那之后的茶道 像现在各位可以听到很多 所谓的表千家 李千家 这个吴哲小路千家等等 这个就被称为三千家 其实一直那个茶道可以追到 山的李球 上去这样的一个脉络 大概没有问题 所以挖鼻沙鼻 极致的这个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在茶室里面泡茶的时候 它是必须要有一个很安静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制造心灵上的一个沉淀 安静 然后才能够悟出你要的这个所谓的禅道 所以它是一种这个禅血里面要修行 在心灵在精神上要修行到一个很高的阶段的一个道 不是只有这个纯喝茶而已 就是说你要用心灵的一种智慧去体会 去体会 所以这里面茶道的心里面很重要的 各位记起来 这个而且要会念 一琴一会 念成一枝五一枝叶 不是草莓 一枝五一枝叶 一琴一会 这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各位可能还没有办法体会 因为各位还年轻 其实一琴一会 我另外用一个诠释 我把它称作无常 无常 那佛学里面禅血里面其实有无常的观念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 大家都不觉得说有什么不对劲 反正当切的事 对不对 可是下个礼拜的现在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平安的能在这里上课 打个问号 未知 明日的事说到鬼会笑到来 明日的事不知 明日的事不知 把握现在是最重要 也就是说 什么叫一琴一会 就是说 他把我跟你碰面都当作一辈子 只有这一次而已 明天以后我们可能见不到 所以要怎么样 大切你是哪里就会哪里 我必须要很认真很重视的 跟你的这个碰面聚会 因为明天以后有没有机会 不知道 这是一种残劲了吧 这样子 就是说人生里面他们用一琴一会的这个概念 去跟人接触 是有点厉害 你说我们下个礼拜碰面 明年还要碰面 思念以后我们还要碰面 哪有什么碰不到的 就有耶 就有耶 难讲耶 对不对 那因为各位还年轻 像我这个年纪 其实经常听到的就是亲朋好友 谁谁谁走了 其实我们就会到第一个呢 到医院去抢救 抢救的结果不行了 然后就办丧事 都有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年龄差不多了 就是我的这个长辈们 大概都是七八十岁了 常常会碰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最忌讳的就是说 让长辈的人 同辈的人 有人走了以后 然后去告诉他说谁谁走了 很不愿意 因为他们年龄都很大的 那这个在查到的时候 他用一琴一会的这样子一个字眼来 其实他后面有讲了 瓜葫的帝王 我念了一下 他说今一緒にいる人との時間を大切にし 相手の最善のものを成してしようと いう心でありますね 这个是人生的态度 他教了一个人生的态度 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跟你这个人在一起 我要把最重要的时段 好好地跟你相处 为什么 用最善的态度跟你相 为什么 明天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时间 也许我们碰面就这么一次了 中国的武侠片里面经常有一句话 叫后会有期 有没有 能不能会 不知道 是期没有错 但是能不能会 不知道 我想慢慢各位长大人 也会去体会这样的一个意境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茶道 茶室 庭院 空间里面的茶具等等 还有做的这个所谓茶席 这里面最后衍生了一个 所谓解析料理 还有お菓子 各位知道 在喝茶的时候其实是抹茶有没有 抹茶有没有 抹茶是很苦涩的 可是你当你喝下去的时候 是苦涩的味道没有错 可是当然喝完以后会回甘 回甘 那因为很苦涩 所以他会配一个日本的奥西 这个奥西非常的甜 如果你不喝那个苦茶 光是叫你吃那个奥西 以我来讲我都吞不下去 为什么 太甜了 太甜了 让你吞不下去 那种感觉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对お客さん 有一个Modernus的一个做法 招待的一种心情 把两种一个茶道 一个招待客人的一种心境 整个结合在一起 是一种所谓的综合的文化的一个艺术 那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讲法 这个讲法到底真的假 大家现在也无解 就是说 这个聖诺理究后来是 这个 从结果来讲 聖诺理究最后是自杀死亡 听说呢 是被封城秀吉下令自杀 叫他切户 意思是说 他的理由是说 你那个奥西太寂寞了 然后刚刚我提过就是 封城秀吉他是 这个很喜欢五彩缤纷的 光目夺焰的这一些东西的 农艳的色彩的 就是说比较难提点 浩大喜光的这样子 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呢 他没有办法接受 那据说去惹火了这个封城秀吉 那因为这个道慢慢形成以后 他觉得大概不可行吧 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 他命令这个封城秀吉 自杀 那结果是死掉了 没有错 但是是不是这样 其实在网路上各位去看 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不过这个说法好像比较多一点 真相如何其实我也不知道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看 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化时代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欧洲的文化进来了 我们这一场文化史讲到现在 还没有讲到欧洲文化进到日本吧 除了上一次我没有提到1543年的 这个葡萄牙船漂流到种子岛 稍微提了一下 其实这个时代 他们把欧洲的文化称为南蛮文化 这个南蛮文化 其实大中就两个国家 一个是葡萄牙 一个是荷兰 称为南蛮 这个南蛮其实不太好听 不过是当时日本人对外来文化一种称化 特别是西洋 所以在欧洲其实很早就已经有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因为欧洲的很多早期历史比较 尤其是航海技术 造船技术比较好的这些国家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甚至于后来的英国、华国 你们回想一下 其实他们都有很多殖民地 有没有 包括我们台湾都被荷兰殖民过 有没有 那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航海的技术很好 所以到处去侵略人家 把人家领地葬为局 成为这个殖民地 那么西洋的文化就是这样子进到日本来 大概在士廷末期一直到江户初期 这个时候的葡萄牙跟西班牙 很多的传教士跟贸易商人就传过来了 这里面有很多包括医学的书 医学的东西 天文学的东西 艺术的东西 还有今天特别要介绍就是活字印刷技术 活字的印刷的技术也传进来了 还有一个各位应该会有兴趣 叫陶瓷器 陶瓷器 这个陶瓷器倒是跟欧洲没有关系 而是跟封城秀吉去攻打朝鲜有关系 那我们稍微做一个介绍 第一个就是活字的印刷 那活字的印刷各位可以看得到 像这个他们出版的一些评价物语 一生物物語 还有日朴词典 顾名思义就是说日语跟葡萄牙语 对照的一种词典 大家如果要学葡萄牙语的时候要去做对照 那天文学方面有地理学 衣学航海学这些 绘画的部分有油画铜板画 那基督教的南蛮式 那在生活文化里面 我们讲天文学里面就有地球椅 甚至于在这个时代有手表眼镜玻璃 我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 德川家康有没有戴过眼镜 答案是有没有 我这样问一定是有嘛 对不对 没错 德川家康曾经戴过眼镜 他的眼镜现在在博物馆还陈列着 他戴过的眼镜 戴过的眼镜 当时代是非常稀奇的 你想想看17世纪的初期 这个纵横日本天下的将军戴了西洋眼镜 是什么样一个 没有照片 如果有那个照片 我想那个应该是国宝 但是有他的眼镜 那就表示说 其实对于欧洲的文化的入传 这个日本他们是感觉到非常的新奇 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西洋的东西进来的 除了教会 还有这个传教士的一些培养 有学校老人设施医院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对日本当时来讲 每一件东西对他们来讲 都是非常新奇不可思议的东西 那进来的东西其实还有那个手表 世界地图 太阳力 望远镜 地球椅 那航海技术本来就是佛远无界的 造船的技术那更是一个人类化时代的文明进化 那所以这些对于日本来讲都是一种新的知识 非常好奇的想要去了解的 这里面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活字的印刷 各位看一下 天朝版的评价物语 那或者是磯部的物語 这个东西其实是用洋文去印刷的 天朝版有这样子的一个印刷 技术都已经寄来 那像葡萄牙语里面 像那个各位吃过那个长崎蛋糕 有没有 长崎蛋糕很好吃 长崎蛋糕又叫Castella 外来语 这个Castella这个语言就是来自于葡萄牙语 它是葡萄牙语而来的 像Pang各位知道吗 Pang 我们每天吃的那个Pang有没有 Pang是什么语 葡萄牙语 Tabaco Tabaco是什么 如果你不用汉字写淹长 Tabaco也是葡萄牙语来的 还有那个日本的小学生 他应该背着一个皮的背包 各位知道吗 小学生那个皮的背包一个 贵的时候要十万 最便宜要五万日币 那很贵 一般家长有时候买不起 可是不买给自己的小孩 到学校去可能会被欺负 看不起 所以连一个背包都买不起 这个背包叫做Landocel Landocel 是一个外来语 哪里来的 荷兰语来的 荷兰语来的 所以我们每天在吃的面包 这个Pang 你可能都不知道它的语言是葡萄牙语 还有西班牙语 比如说这个Merias H 其实是那个袜子 就是那个跟布料有关的 还有Zig 这个东西 是麻的东西 也是跟布料有关的 那最后就 日本人把它吸收了以后就变成一个什么 外来语 成为一个日本语 大概是这样 好最后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陶瓷器的一个发展 其实这回到那个封城秀吉 他有两次去攻打朝鲜 第一个就是文禄之意 在1592到1593 第二个呢 庆场之意1597到1598 两度去攻打 第二次攻打的过程里面 兵还没有回来 封城秀吉就走了过去了 但是呢 最后幕府发现不可以告诉在前线的这个军官跟士兵 说自己的统帅已经走了 据说把这个消息封锁了好几个月 因为如果一讲说封城秀吉已经死掉了 那还要打吗 就不要打了 那这段历史也造成日朝之间 日本跟朝鲜之间有一段时间是对立 而且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去和平生存的 那如果一直对应到现在的日本跟朝鲜之间的一种对立 其实还是有机可循 从古代一直到封城这个时代 一直到现在的日韓关系 其实都还满激烈的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主要就是说他们带回来抓一些陶瓷工 把他带回到日本去 那么做了等于是人子 这些人子后来就命令他们去做一些陶瓷器 那陶瓷器很有名的地方 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昌平 你们再看我就不详细讲 主要就是说九州的地方有一个叫有田阿里达这个地方 那阿里达后来就成了 因为这个陶瓷器 总体来讲叫做焼物 是指陶瓷器 但是陶跟瓷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瓷的部分 你要制造的时候必须要那个瓷石 瓷要很好 而且它烧咬的这个技术要比较高深一点 所以瓷比陶难了一点 那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有田烧 还有一个是叫做一万里烧 这两个都是非常有名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各位上网去看有很多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传到日本去以后 日本的陶瓷的这个技术 我认为是青出于然 胜于然 并不属于 不输给中国的所谓景德镇的这个焼物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超越了景德镇的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焼物并不是只有 日本并不是只有有田烧或者是一万里烧而已 还有很多地方 像是赖户烧等等 其实都有 不过我想大概我们这一节 跟各位讲的大概就到这里 好 各位早 好 请各位先打开这个八十二页这里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到 我稍微再做一个复习 就是在安土陶山时代 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后期 虽然是战乱 可是呢 在这个战乱里面呢 它还是发展了很多灿烂的这个日本文化出来 那当中有一个歌舞伎 歌舞伎的踊这个东西 那它经过三个阶段 大致上也跟各位讲过了 从这个亚洲歌舞伎到 亚加修歌舞伎 一直到亚路歌舞伎 这三个阶段 延伸过来这样子 那么最后呢 在原路时代之后 各位知道原路呢 是江户就是德川时代最稳定文化要素最灿烂最发达的一个时间点 这里面大概从关西那个地方一直延伸到江户这个部分 都有所谓的歌舞伎的座 Za这个地方 那这个Za呢 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 最后由幕府来公认认定的一个文化要素 所以也因此呢 从原路之后的这个歌舞伎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是人形敬流理 人形敬流理这个东西 那这个也是一个演劇器 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 又称为文乐 那么到了大正就是现代以后呢 其实这个文乐也成了一个叫文乐座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基本上是Biwa Hoshi他所发明出来的 从这个文化旗期代就开始有的东西 那所谓的Katari Mono Katari Mono 是这样的一个Yoruri 那一直到安土到江户这个时期 下面还有一个是茶道 茶道 那茶道 在这个阶段我们提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 叫做Seno Rikiu Seno Rikiu他自己发明了这个茶道 我们提到这个茶道里面有这个Wabi的味道 Sabi的味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言葉就是一期一会 这个一期一会上次跟各位讲过了 就是人生无常 所以每一次碰到一个新人不认识的人 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而已 所以要非常的珍惜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Kai Seki料理 这个我做一个补充 槐石料理在各位的印象里面 其实是非常豪华的料理 对不对 各位看了那个照片 其实是很难得的去吃它一餐 大概日币都要三万块以上 好的要两三万 我们根本吃不起 但是事实上 槐石这两个字顾敏思义 其实是在这个 尤其是肚脐这个地方 肚子这个地方包有石头 那个石头是保温的 那用布来反正能够把石头 包在一起弄了一条长长的 就裹在肚脐这个地方 因为人硬冷的时候 其实肚脐如果能保暖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失稳 肚子饿的话也可以撑久一点 这个叫做槐石料理 早期的原来的Kai Seki料理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各位看到的非常豪华的那个料理 但是这个经过很多过程的一个演变 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第四节我们提到的是南蛮文化 也就是这个南蛮啊 是日本人特别对于欧洲文化的一种 专有的一个称呼 南蛮大概是指这个葡萄牙跟荷兰 那么这里面因为有很多接触 包括这个贸易船 漂流船 还有一个是传教士到日本去 所以延伸出来的一个欧洲的文化 早期的欧洲文化被日本人称作南蛮文化 那这里面当然还有这个铁炮的制作啦 航海技术的一个东船到日本啦 那还有一些料理的部分 比如说到现在其实日本料理里面 有一个叫南蛮之鸡 这个南蛮之鸡我不晓得各位吃过没有 它其实是酸酸的 但是就是有一个欧风的味道 的南蛮之鸡 这样的一个料理 现在日本其实也非常有人气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有关于这个焼物 焼物就是陶瓷器 陶瓷器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在这个时候就传过去了 特别是我们看到八十四页第四节的第二小段里面 封城秀吉的这个两次去攻打朝鲜之后 曾经把这个朝鲜的一个陶公 非常有名的一个陶公叫做李昌平 其实不只他一个人 就带了一大堆人 把他当作人子给带回到九州这个地方来 另外一个是九州刚好在阿里达跟伊玛里这个地方 这个土質 池土 陶土这些在自然环境条件各方面都比较好一点 那有陶公 有好的这个陶土 池土 因此就孕育出来了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有田烧 跟一个是伊玛里亚基 一万里烧 根据我的了解伊玛里亚基是比较着重在这个池的这个部分 那池的这个土質要更好 烧咬的这个技术要更精致 所以伊玛里亚基本身其实在池气上不但是在日本非常有名 在全世界的这个知名度里面已经相当程度的已经被打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欧洲的这个文化我们在看到八十四页的第一小节里面 提到的就是活字版的这个印刷 那么这欧洲的文化一进来其实有很多到目前为止 日本人他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一些学问 包括天文学 包括医学这个东西 还有地理学 像世界到底有多大 世界的地理知识 在安土陶山时代的日本人到底他们懂多少 我想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探究的一个问题 所以像地球以太阳力望远镜 还有手表等等 我上次已经跟各位讲过 其实各位可能不知道 德川家康非常的好奇 这些欧洲的东西进来以后 他把眼镜拿来戴一下 所以德川家康戴过的眼镜 现在在他的博物馆里面还保留下来 那时间非常早 就是在这个时期 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传教士 他们把一些宗教的信仰传进来之后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出版页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 跟各位介绍一些战争 像这个平家物语的这个军记物语 就是描述战争的这些作品去印刷 而这个印刷有称为Kirishtan Han 就是所谓的在九州有一个地方 地名叫做天草 其实是靠近熊本附近 天草这两个字念称Amakusa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还有五座桥 这个五座桥都不太一样 非常漂亮 而且它养珍珠 在日本天然的珍珠的产量 在这个天草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气的 有一年我带日文系的老师跟研究生 包括历史系还有中文系的老师吧 我们到长崎去跟长崎大学做了一个共同研究发表 那之后回程我们有到天草 我特别跟我们系上老师说天草其实百看不厌 只要我有到九州去 只要有到长崎去 那么有机会我就想要去天草 我就带他们到天草去 那特别就是坐了一个船 这个亭 然后到海中差不多要坐一个小时左右到海中去 就看到一群一群的海豚来跟我们玩 这个非常有意思 当然那个整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有历史背景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幕府后来在禁止阳教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而且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少年 后来被称为天草四郎 他真正的名字不是这样叫 他在抵抗这个就是取缔阳教这个事情 在这个禁教的过程里面从天草这个地方开始延伸出来 其实当时牺牲了很多很多人 在记录可查的至少超过26万人以上 那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历史 在这个地方开始延伸到西日本一直到东日本 甚至于全国都曾经被禁教 那事实上早期的这个传教士进来 或者是贸易传进来的时候 其实日本并没有禁他 甚至于还有很多大名 这个叫做キリシタンダイミョウ 这个大名就是诸侯的意思 那个凡族 这些特别是以九州地区为主的很多这些大名 其实他是信教的 是信西洋教的 因此叫做キリシタンダイミョウ 不少人 那为什么他们要去信教 其实是彼此互利 因为他们知道欧洲人的传教士到日本来 不会他是想要传教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们看八十十页里面 但很多欧洲文明进来的这些东西 其实对这个凡族也好 对所有每一个日本人也好 都很好奇的 因为这些所谓的近代文明的东西 日本在这个时代也是没有看过的 所以他们是很想要这个东西的 因此呢 其实中间就有一个怎么讲 说条件交换嘛 其实是比较不好听一点 但事实上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信你的教 而且我是有权有势的 那我这个信教的话 我想这个我的帆里面的人 大家都会跟着一起来 这信教 但是その代理要做什么 就是说这个你要把你们 我们日本所要的这个贸易品给带进来 这是可能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就希望说 我们日本尤其是九州各个地方诸侯的领地里面 有的特产这些东西透过这个贸易船 商船能够带到欧洲去 能够去卖 事实上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活络国际贸易 来增加繁的一个财政 这是一个目的 早期是这个样子 我跟各位做一个补充 那所以呢 我们上到这个地方 大概整个到战国时代 也就是安土陶山时期的日本文化史 大概给各位做了一个说明